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一百七十七集 拿着玉瓶白小春没有回洞府 而是陈吟后直接用了自己当初天骄战时 获得的一次秘境感悟的机会 秘境感悟既可以去感悟秘法 同时也可以在那里去感悟自身的功法 因为秘境所在 蕴含了白小春所不理解的玄妙 在那里感悟比在外面更容易一些 宁气时去的话 因功法有限会浪费 而铸鸡的时候感悟才是最适合的 至于金丹 没有人敢说自己一定可以金丹成功 即便是白小春天道铸鸡 也只是几率极大而已 所以 等金丹后再去秘境 不现实 这秘境所在之地 入口再种到山上 可内部却是在一个神秘的虚无中 当白小春将御检递给负责秘境入口的一位太上张老时 那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大有深意的看了白小春一眼 这一眼给了白小春很大的压力 如同当年宁气时看到铸鸡枪这一样 这种压制让白小春立刻露出乖巧的模样 天交战第一 可获一天的感悟时间 天道铸鸡可获三天的感悟时间 相遇山长座李清侯曾累计了两天的时间也送给了你 还有掌门自身也有两天的时间也给了你 老者淡淡开口时白小春在一旁睁大了眼 李清侯与郑远东送给他的感悟时间 此事他之前毫不知情 另外在他看来进入秘境居然是按天数计算 他觉得根本就不够感悟所用 一共八天时间 这老者仔细的看了看白小春 将御简给了过去后 右手掐绝向着一旁的一处大事 目然一指 立刻这大事模糊 更有轰鸣之声传出 在白小春的心惊肉跳下 他看到那大事居然膨胀成了一个十人 足有十多丈高 阳天丝后时双手抬起 向着虚无狠狠的一丝 轰鸣回荡中 一道巨大的裂缝 从虚无中被生生的撕开 还不进去 那位太上长老淡淡开口 生意如惊雷扩 白小春深吸口气 向着老者抱拳一摆 飞出 直奔裂缝 刹那消失在内 直至他消失 裂缝愈合 内侍人慢慢缩小 最终重新化作大事 老者闭上眼 一动不动 白小春身影出现时 所在之地是一片灰色的世界 这世界很诡异 他看向四周 发现自己居然是在之前的秘境入口处 他甚至看到了方才的那块大石 可老者却不见了 而整个灵溪宗 没有丝毫的升级 差异中 白小春飞起 遥望整个灵溪宗 渐渐的呼吸不稳 这里 整个灵溪宗 与他记忆里一样 无论是阁楼还是建筑 可却偏偏 没有丝毫升级 与人影 一股荒凉之意 让白小春紧张 尤其是他看到下方奔流的通天河 居然以枯萎时 他更是头皮发麻 这 这是什么秘境啊 白小春有些不安 可却想不出所以然 沉吟中来到了种道山的山顶 这里原本他是无法到来的 可现在却轻易的踏上 在山顶遥望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充满了灰色的雾气覆盖八方 看不清太远 白小春沉默中 慢慢的坐下 不去想了 看看感悟功法 是否会更容易 白小春压下心中不安 盘袭坐下 闭目时脑海浮现 紫气通天诀 再次感悟修行 很快的 他猛的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惊喜 一些在外面修炼时 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此刻居然都倾斜了 甚至他隐隐觉得 在此地 脑海里的所有思绪 似乎都被无限的放大 任何一个念头 都仿佛可以成为现实 这种很奇妙的明目 如同想象一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出现的感觉 让白小春无法置信 他激动中再次闭目 沉浸在紫气通天诀的明目里 时间流逝 夜晚降临 白小春浑然不止 始终感悟 直至第二天 第三天 在第三天的深夜 白小春忽然睁开双眼 他的目中露出明雾 看去时 可以看到他瞳孔中 竟有一个符纹闪耀 此其通天诀 最难的 就是第一步的运灵 河水如星 坠落凡尘 血肉化丝 将星辰高举 身体称为苍穹 是星辰于体内 如在苍穹不落 白小春 喃喃低语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 除袋打开 飞出一个玉瓶 这玉瓶开启 一滴金色的通天河水 缓缓地漂浮出来 成为了这灰色的世界中 似乎仅存的色彩 凝望这地通天河水 白小春痴疑了一下 最后深吸口气 狠狠地一咬牙 一切为了成生 为了 又去通往通天海的资格 白小春猛地一吸 顿时 这滴金色的河水 只本白小春而来 不是口中 而是 眉心 刹那碰触 一股剧痛从眉心传来 如同血肉在融化 白小春全身颤抖 咬牙坚持 运转体内修为 九层灵海全部运转 按照 自其通天局的功法 全力地吸收 他的耳边 有轰鸣巨像回答 渐渐地 内地金色的液体 慢慢地融入白小春的眉心 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其全部融入后 白小春发出一声嘶吼 眼睛内充满了血丝 他的体内 内地金色的通天河水 无视经脉 无视血肉 直接下沉 似要穿透他的身体 坠一下 这正是河水如星 坠落凡尘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一路所过 所有经脉血肉全部融化 甚至五脏六腑都受伤 还有骨头 那种痛苦 那种伤势 让白小春灭色苍白 鲜血不断地溢出 可他咬牙坚持 哪怕经脉碎裂融化 也依旧尝试运转 使得体内灵气 从那熔断的经脉内 血肉内 不断地蔓延出来 成为了一条条丝线 向着金色河水缠绕 一层层不断缠绕 这正是血肉化丝 要将形成高举 这些丝线不断地碎裂 可更多的丝线 从白小春体内滋生 疯狂地向着金色河水缠绕 直至那滴金色的河水 落入白小春的丹田时 白小春双眼猛地闪耀 身体成为苍穹 使星辰于体内 入在苍穹部落 紫气孕灵 哄的一声 他体内九层灵海全面爆发 形成九次潮汐 不断地冲击金色液体 试图去让其融化 很快的 第九层灵海被穿透 第八层 第七层 随着被穿透 那些灵海立即成为了数量惊人的灵丝 缠绕金色河水 直至前八层灵海都被穿透后 内地金色的液体终于被无数的灵丝缠绕 慢慢平稳下来 漂浮在了第一层灵海上 而在他的坠石消失 漂浮第一层灵海的瞬间 这地河水内散发出无尽的金光 这金光从白小春体内爆发一路蔓延 所过之处 所有灵海 经脉 血肉 骨头 全部都在这一瞬直接痊愈 不但如此 更是出现了一些改变 随着改变 白小春身上的气息轰然爆发 虽然还是主击初期 可却与之前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之前的白小春空有威雅 体内注击之力是散乱的状态 如同没有主帅的一群各自为战的士兵 而眼下随着紫气通天觉的明雾 仿佛是出现了主帅 使得所有灵力在这一刻统一起来 战力顿时不同 闭着的双眼默然睁开 他的瞳孔内符纹清晰的一闪 才慢慢消失在了其瞳孔深处 而他的体内 那滴金色的河水也在第一层领海的包容中 缓慢的融化 等若干岁月后 这滴河水完全融合时 就代表白小春第一层紫气通天觉修炼成功 与此同时 这一刻的白小春也感受到了眉心的阵阵刺痛 这刺痛中还带着痒 似乎在那里有一只眼睛正在缓缓生长 让他有种像要睁开的冲动 这冲动很强烈 那是他的痛天法眼 成功了 白小春狂戏摸了摸自己的眉心 一碰之下痛痒更明显 但他没有惊慌 反倒更为振奋 以后我就是三只眼了 想一想就厉害啊 白小春手舞足蹈 遥望远方时 他忽然深吸口气 虽在酝酿 可应该勉强能用一下吧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双目闭合后 体内第一层灵海顿时翻滚 那滴金色的河水 也猛的光芒再次闪耀 散发金光 而这所有的金光 在他体内经脉内游走一圈 凝聚在一起 直奔眉心而去 刹那间 白小春的眉心 那道正在愈合的裂缝直截撕开 露出了里面一只紫色的眼睛 这眼睛猛的看向远处时 仿佛看穿了这里的雾气 看到了雾气外 白小春全身一震 他终于看到了雾气以外 那里不是他以为的大地 而是一片近乎干枯的海洋 这片灵溪从所在的山门 根本就是漂浮在虚无中的碎片岛屿而已 更远处还有无数的这样碎片般的岛屿 有一道道微弱的湖心闪电 在这大海内游走 接连一处又一处碎片岛屿 白小春想要看得更仔细时 眉心刺痛鲜血流下 裂缝闭合 他双眼睁开时身体一颤 体内灵力损失了大半 这里是 是什么秘境啊 白小春呼吸急促 露出了骇然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